大家好 我是Alton 本期视频和大家分享Tor洋葱路由 相信大家多多少少都了解过 Tor是基于多层代理来隐藏用户的真实IP 主要的目的是保护用户的隐私安全 它同时也是一个内网穿透工具 我们可以将自己的内网服务发布到TorHidden Service 外网就可以通过Tor网络来访问内网的服务了 接下来开始今天的分享 我这里已经连接到我本地的一台VPS服务器 操作系统是Debian 可以看一下我的IP 这是一个内网的IP来的 接下来我们安装一下 安装其实很简单 只需要一条命令就可以搞定了 安装成功之后我们进入到Tor的配置目录 目标是放到ETC下面的Tor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两个配置文件 第一个配置文件是Tor服务的配置文件 第二个是Tor服务的一个配置文件 Tor服务它是一个网络代理工具 它的作用是将应用程序的流量通过Tor网络来进行路由 先来看一下第一个配置文件 第一个配置文件 这麽就是全部参数的一些说明了 大家也可以自己去参考一下 也可以看一下我博客里面的笔记 我先把这几个基本的参数拷费过来 第一个参数是Tor服务监听的端口 麽是监听本地的9050端口 如果你要把它分享到其他设备的话 你可以等一下你设备本机的一个IP 我这里就用我本地的这个IP了 然后第二个配置项就是配置前置的代理 因为我们本地的网络是没有办法连接到Tor服务的 所以我们需要配置代理才能使用 我先把它注释掉 等一下和大家演示一下 第三个参数的话就是配置它的主目录了 你Time1就是放到Wildlib 然后Tor下面的也可以去修改一下 我这里就不修改了 这参数你不指定也是可以的 因为Time1就是这个值 然后最后一个参数就是配置日识 日识的话 这里配置的日识级别是notic 然后指定 通过文件来记录日识 然后日识放在的入境 保存一下 接下来我们重新一下服务 接下来修改一下Tor服务监听的地址和端口 因为我刚才是已经修改了 所以我这里修改一下 如果你没有改的话就不用改了 端口默示9050不需要修改 然后保存退出 现在我们就可以通过Tor服工具来测试一下看能不能连接到Tor服网络了 通过CORL命令 我本地的网络已经有一个Soft的一个代理了 你这里需要修改为自己的网络代理 修改完成之后保存退出 然后重启一下Tor服务 重启完成之后我们再来测试一下 可以看到现在已经有响应了 就代表我们现在网络已经能通过Tor服务去连接了 如果网络已经能够连通 我们现在就可以配置hidden server 在内网的服务发布到Tor网络了 编辑一下配置文件 把这两个参数拷贝过来 配置hidden server主要需要配置两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是hidden server的根目录 主要是用于存报后内以及密要等相关文件的 第二个参数是hidden server port 它是做这个引力服务的端口映射的 前面的80就是你Tor服务的访问端口 后面就是你需要映射的内网服务了 我这里就用我本机的openwrt的后台地址和大家演示 然后这里的hidden server的话 我们一般都是填我们自己映射的服务的名称 接下来我们保存退出 然后我们重启一下 Tor服务 接下来我们就到刚才配置的hidden server的根目录 没有传线的话我们先切换到路台用户 可以看到这里有个openwrt的目录 也就是我们刚才配置的hidden server的根目录 我们进入到里面 里面有四个文件 这两个文件是公钥还有私钥 是用来加密传输的数据的 这里还有个文件夹 是来做这个授权访问的 我们看一下hobnet文件 hobnet文件里面记录着一个域名地址 也就是我们hidden server访问的地址 这个地址是根据散列子来生成的 我们通过Tor浏览器来测试一下看能不能访问到这个地址 Tor浏览器同样需要配置代理才能使用 给大家看一下 你也可以使用网桥 但是网桥一般的话就很难连接的 我这里是配置了代理才能连接的 同样是我们刚才配置这个代理 现在我们把刚才复制的域名 我们粘贴进来看能不能请求 这个网络会很慢 因为它是经过三层代理的 我们点击这里有个icon 这里就可以看到我们的整个这个 Tor浩访问的一个列路了 这里有三个节点 第一个节点就是入口节点 然后第二个节点是一个中级节点 第三个节点是一个出口节点 然后再来访问到我们内网的Tor浩服务 可以看到现在已经有一点数据响应了 但是还没有完全下载下来 因为网络是很慢的 我们现在来测试一下我们本地内网的地址 我本地内网的服务是长这个样子的 如果你很慢的话 你可以尝试切换这个TopLane路 ok 已经进入到这个页面了 就代表我们已经能够正常通过Top 穿透到我们内网的服务里面了 我们再来添加一个服务 回到配置目录 再来编织一下配置文件 我现在配置的是穿透到我内网机器的一个22端口 也就是看能不能通过Top服务来连接到我内网的机器 编织完成之后我们保存退出 再来重启一下 再进入到这个配置目录 可以看到同样是生成了四个文件的 我们把这个hold net拷备下来 我用完成的一台VPS服务来测试一下 我这台服务器同样已经安装了Top服务的 可以看到已经正在运行 因为我这台服务器是运行在国外的 所以我不需要配置代理就能直接连接到Top网络 接下来通过Topshop工具来测试一下 SSH命令 输入用户名 然后把刚才拷贝的域名 粘贴进来 如果你修改了端口的话 你可以使定端口 可以看到我们已经连接上了 输入一下密码 可以看到已经连接到我内网的机器了 但是网络是非常的慢了 但是总体来说已经能成功连接上了 OK 今天要分享内容已经和大家演示完 还没订阅的点一下订阅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